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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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还蛮酷的一个场面 一个场景 然后大家在上面就是表达说我们都很爱以色列 然后呢我们都很想帮助以色列 请以色列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耶和华大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在里面讲的是大家常常听到的 就是为以色列祷告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必须讲说这个人 我看到他对他的印象 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人 他不太开玩笑 人家现在在战争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官方人 他能随便跟你开玩笑吗 好像也是 对对对对 比较敏感嘛 对对对对 他说话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而且他的整个国家的形象在他的身上 像我那时候问他问题的时候 因为我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过去问他 我想说你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我就开始把这个camera这样子弄 他马上就说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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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但是不可以被录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说我是怎么想 还有说我们这个内部 我们自己讨论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感想 但是你不可以录下来 因为你录下来的话就好像是以色列官方说出来这个东西 对 我回答你的内容不是以色列官方的回答 但是我可以回答你 我们这边是怎么想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然后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的官方的口里来听到一个回答 就是你私下问他的问题 我们稍等再来讨论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你在公开场合有问他什么问题 然后他是怎么回答 我会在背后 我有一点有两个问题 我有一点有两个问题 一部分 一部分 就是我们应该去读音乐 可以 那些问题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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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的 概念 我們等最高興上 herkes會跟總統和美國特務之間 在各個額面我們說多多我們支持的支持美國 這是我們有一點重要的 我們已經說多多我們 我們很喜歡的支持 我們這個額面 也一直講他們的支持 我們知道 所以说之前产来的情况, 斯対比 被沙伦, 他言过说说,每天我们关注 与 отдел补国和沙伦。 因此,比沙伦的关注, 现在我们的关注在账这个世界 我们要赢 但是后来这个世界 我希望和祈祷 我们想和祈祷 我们想和祈祷 以為有一個平常性 與以瑞磯和其他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是我們的盟友 我們會怎樣怎樣 他雖然跟伊朗有現在什麼 好像和好了 但是其實國際關係 還是在這個地方的 所以說他給我的回答 我覺得 it makes sense 但是你不知道 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 到底兩個是不是各懷鬼胎 對 在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俄羅斯跟沙烏地阿拉伯 也有這個關係 然後呢金磚四國 也要拉沙烏地阿拉伯進去 各方面的這個東西 我不確定他這個樣子的回答 是不是一個 就是非常官方的回答吧 我只能這個樣子講 對 因為當時他就是站在台上嘛 而且下面這麼多人 他一定會給你很官方的回答 但我現在想要知道的就是 你私下裡問了他什麼 就是他要求不可以被錄像的 你問了什麼 對 我私下問他的問題就是 以色列到底喜不希望美國參戰 哦 對 因為美國現在有兩台航空母艦 在那個地方停著 對 我會想問這個問題是因為 我們的聊天室裡面 牧澤裡面 牧澤群裡面 然後還有這個叫什麼 不光是基督教 你就平常那個地方 到處吵得亂七八糟 就是美軍到那個地方 是要怎樣怎樣 美國的軍艦 兩個航空母的這個攻擊群 在那個地方到底是有幫助以色列 還是是有一個反效果 對 就是到底加分還是減分吧 當然了有人有這樣的一個討論 也是可以理解了 因為我們都太熱心對以色列的事情 對吧 大家都對以色列非常的擔憂 所以我們想要盡全力的去幫助他們 是這個樣子 大家都是出於對以色列的愛 所以想要盡全力的幫助他們 但很多時候就是人會有一種什麼 就是有時候你太過於熱情 然後你會用你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幫助他們 結果沒想到居然恰恰就是鬧笑話 起了一個反效果 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所以我覺得你問的這個問題 正好是我也想要知道 或者是很多人都應該知道 就是說以色列的人 對於美國這樣的幫助 他們認為是加分的還是減分的 就是人家真的需要嗎 就別人你說人家需要麵包 你夸啥給人扛出個椅子 就是這個是真的他們需要的嗎 那他給我的回答就是 真的不需要 他給我的回答是 以色列現在可以把自己弄得很好 以色列打四個 同時有四個戰場都不會怎麼樣 太厲害了吧 他那時候講說 他那時候可能有點囂張吧 但是這樣聽起來真的很厲害 就是你被包圍 然後你一個打四個這都沒有問題 對 然後他當然沒有這麼囂張的講出來 好歹也是官方的人吧 對對對他是跟我講說 以色列現在不需要美軍在這個地方 然後美軍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喝止其他人攻擊以色列的這個 效果 多多少少有 但是常常會造成更多的人想要攻擊以色列 跟美軍的這個軍事基地 現在這幾天也發生了很多這個樣子的事情 所以他認為是說 美軍的航母在那裡 並不是沒有起到幫助以色列的效果 反而起到了反效果 對 然後他是說 美國的航母不會沒事停在那個地方 因為美國航母要停在哪裡 不需要跟以色列報告 也不需要跟他報告 美國的航母是靠 是Joe Biden說停在哪裡 就停在哪裡的 所以說 他覺得 美國的航母停在那個地方 一定有美國自己國家的利益在那個地方 不是說 為了以色列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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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中東的和平怎樣 為了哈馬斯 或者是為了伊朗怎樣 才把航母停在那個地方 美軍把航母停在地中海那個地方 到底是為了什麼 這個就是 大家可以在 底下在這邊吵翻天 然後那個 就可以討論吧 可以猜一下說 為什麼要把美軍的航母 停在那裡想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就是在以色列的官方那邊 他們討論出來的結果是說 美軍的航母停在這裡 不是為了我們 是說讓別人看起來 好像是為了我們 但是其實他們是另有目的嘛 總而言之 我相信各位應該也都看得出來 美國的航母在那個地方 其實並沒有起到 任何喝止的一個動作 而且現在你要喝止的 你還不如在紐約 還有在那個洛杉磯的大街上 喝止一下 在那邊停 甩著巴巴勒斯坦旗子 然後說殺光猶太人那些人 或者是幫助一下那些大學裡的教授 那些大學裡的猶太教授 我真是危在旦夕的生命 啊 對 所以說我覺得他回答的是非常好的 那當然 我沒辦法證實這一點 因為他不讓我錄這一段 對 所以這一切 你可以選擇相信我 說的這個東西是我重複他的話 或者是這一切就只是 從Ethan來的陰謀論而已 我相信你也沒那麼無聊了 沒事編個這幹嘛呀 所以現在 現在我比較想要知道 就是說他認為是說 現在不是美軍出手的時候 那他有沒有講到說 就是以色列 現在需要哪一方面幫助 如果說不是 從這個美軍就開打了 或者是再多開去幾個航母 這方面的幫助的話 他們現在缺乏的是什麼 然後他們真正需要的幫助 是哪一方面的幫助 對 他說他們最主要就是 物資上面 而且不是普通的物資 不是什麼 牙膏啊 肥皂啊那種 是說軍事的物資 像說他們有一個 鐵窮 在那個地方 然後它鐵窮 它不是就是一個鍋蓋 在那個地方 它是一個導彈系統 哈馬斯丟出來幾個導彈 然後他就會去攔截幾個導彈 他就導彈打導彈嘛 對對對對對 這一次哈馬斯為什麼可以 成功地攻擊到以色列 因為平常好像以色列都擋得 很好 對對對 就是我們看到太多的那種視頻 就覺得這個鐵窮攔截系統 也太厲害吧 就人家丟幾個 他就打幾個欸 而且追得好準 對 那他的意思是說 鐵窮這個東西 它是有 reloading time 就是說也像槍裡的子彈 它是會打完的 對 是要補充彈藥的 那補充彈藥就是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 它一次發好幾百顆 好幾千顆飛彈 飛往這個以色列 或飛往任何一個地方的話 你這個打完了之後 你是要馬上補上去的 就算補上去 你也沒辦法完全補完 所以這一次的恐怖攻擊 才有這麼多的炸彈掉到底上 嗯 大家為什麼說這一定是伊朗啊 還有 Hezbollah 就是真主黨在後面 做這樣子操作 就是因為 第一個 哈馬斯那邊好像沒有這麼多的飛彈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這個事情一定要是 非常精密的策劃 對 一定要是假的飛彈飛出去 鐵窮打完了之後 真的飛彈就飛過來 然後呢 地面部隊要過去 先把這個 在邊境的這些以色列的兵圈 全部幹掉了之後呢 然後在那個 paraglide飛進去 然後呢 飛到那個地方開始殺平民 所以說這一定是要一個 非常精密的一個軍事措施 軍事的行動 才可以達到的 所以說他覺得說 所以他們現在要補充的是這些彈藥 還有這些軍事物質 然後 還有 他最需要 他說以色列現在最需要的 就是 各位的禱告 嗯 他說就越多的人 幫以色列禱告越好 以色列需要禱告 以色列需要基督徒的禱告 需要 東正教的禱告 需要每一個人 需要猶太人的禱告 然後 不只是幫以色列禱告 然後也幫 Gaza的人民禱告 然後 希望 哈馬斯這個政權可以馬上被消滅 對 因為我們之前看到有這個 猶太的視頻講 就說 那人民呢 在哈馬斯政權下面生活的 真的是水深火熱 就是也沒有一個言論自由 然後生活的也不好 你看不管是水啊 還是電呢 全都要從以色列這邊攻擊 他們才能夠生活 然後他們的政府也沒有真的建設人民一個安居樂業的樂園 所以 那些人住在那裡真的好苦好苦啊 而且他們的心中被浇灌下 那種對猶太人的仇恨 他們是在恨的浇灌下面長大的 而且自己過著如此悲慘的日子 我真覺得是 太難過了 一聽到有人過這樣的生活 真的太難過了 所以像他講的說 很需要禱告 那我也知道 現在有很多的基督徒 很多的教會 每一天每一天都在為以色列祷告 我們需要有更多更多的祷告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 美國可以在對的時間點去做對的事情 就是不要利用人們的善心 然後他去做一個完全是民主黨或者是周拜登 自己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 結果用一個什麼好像是善意 一個善舉在這來做幌子 結果要達到自己目的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糟糕 而且非常可恥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禱告讓美國在對的時間點做對的事情 而且是真的按照以色列的所需去幫助他們 而不是自己一厢情願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 拿以自裂當一個幌子 然後結果去在那做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非常需要祷告的事情 那當然最近我們也在很多的群組裡面 包括我也看到有牧師發出來反有主義的這樣的東西了 或者是這種替代神學 或者什麼猶太人都是壞人 所以他們都該死死不足惜等等等等的這些東西 如果要是真正的耶稣的跟隨者 這個東西不需要看了 我也建議大家現在在網路上面要非常謹慎去觀看你要看的內容 因為現在太多非常不負責任 而且是我覺得是仇敵特別放要擾亂你心思意念的這種東西 在網路上到處都是 所以不管是轉傳也好或者是觀看也好 大家都要謹慎保守自己的心 還有自己的耳朵還有自己的嘴巴 多看圣经 圣经这本書永遠都不會錯 神跟我們講的話全部都在裡頭 很多的時候不管是你看到一些什麼自称是傳道啊 或者什麼牧師啊 弟兄啊 姐妹啊 去做了一些完全不符合圣經真理的教導 就不要停了哈 你如果知道什麼是真超 你才知道他們都是假超 對不對 所以認識真超很重要 認識神很重要 明白圣經的真理很重要 所以鼓勵大家在越來越多這種幕後的震動的時候 你要更多的把自己跟神的話語 還有圣經的真理聯合在一起 這樣的時候你才能夠堅持到最後了 我現在實在是很難想像說等到第一基督來的時候 有多少人會被騙然後會被絆倒會接受受印一定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真的告訴大家一定要堅持到最最後一刻了 然後現在就開始要好好的裝備自己哈 那當然在以色列的這個問題上我們也不需要多說 大家要更多的祷告有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熱心哈 知道有以色列很多人有缺乏 包括以色列現在有很多的在地的基督徒 是猶太基督徒哈 他們在那裡跟自己的同胞去傳福音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都要為他們祷告 讓這個時候能有更多的人都認識耶穌 都知道耶穌是2000年前已經來過的弥赛亞 讓他們都能夠接受救恩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按照聖靈給你的感動去祷告 然後如果要是有人說我就是對以色列在地的這些 這些受苦的居民哈我對他們特別有負擔 那有很多我在網上有看到一些捐款的渠道 如果大家要是有知道靠譜呢 那大家也可以自行去聯絡哈 這些都是可以的 基本上大家要記得的就是 基督徒不應該希望戰爭擴大 是 基督徒不應該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 雖然啟示錄上面已經寫了格格馬克這個戰爭 這個在這個地方了 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希望我們是促成這個戰爭的一部分 我們不應該要像這樣去祷告 我們不應該情緒化的去做很多事情 不管是覺得說美國應該參戰 或是美國應該要幫助巴勒斯坦建國消滅以色列 都不應該有這個樣子的想法 我們不應該創造更多的戰爭 我們是和平之子的這個跟隨者 Prince of Peace 所以說我們要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我們要堅定的活出我們的命定 我們需要把和平帶給這個世界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 我們不可以覺得說我們希望戰爭發生 我們希望以色列的這個發生戰爭 我們希望哲連斯基怎麼樣 我們希望北韓 我們希望中國怎樣 我們若是基督徒的話 我們就不希望有人無緣無故的去死 特別是為了政府的政權跟政府的權利 我們希望和平 然後我們希望人是生養眾多 而且可以活出自己的命定的 我們不希望戰爭擴大 我們不希望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同時我們要隨時準備好 第三次世界大戰來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好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我是弗莉莎 我是伊丹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